新聞大白話年度破關解任務 任務一 訂閱新聞大白話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任務二 小額月費加入新聞大白話的會員 用行動支持優質節目 讓我們一起監督政府 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剛剛有非常多的觀眾朋友留言給我們 我們先來念一下 大家對於侯友宜簽字文的一些看法 謝謝這一位是Bike Expo 他說這麼多論述侯市長還看不懂 就算不論是非也應該為台灣前途著想 侯市長怕髒就不要進廚房 沒有立場我稱為相怨 沒有是非我稱為邪惡 你是哪一個呢 還有這個Gin Chao剛剛有抖內 剛剛也有講說 這個我是新北市民 我贊成侯市長的立場 公投不是選舉 對市不對人 要服從黨義跟現在的執政黨 有什麼不同呢 還有這位陳其佑也是給我們留言了兩次 謝謝你的留言 他說我算是潛藍選民 針對侯先生 個人最多只會再支持他當新北市長 可是總統大位必定不會投他 沒有肩膀的人 沒有資格當國家的領導人 公投是國家政治議題沒有自己看法和堅持未來也會如此 所以他沒有當總統的格局 謝謝幾位觀眾朋友表達你的這個看法跟留言 當然我覺得剛剛這一句講的也滿好的 就是沒有監防的人沒有資格當國家的領導人 現在我們要來講的是這個論文事件 論文們當然現在大家持續還是非常的關注 特別是這個彭P持續在追這件事 但是國家地氣動得非常的兇 讓這個彭P講著講著也不禁要落淚 他說現在因為最新的 他是說要告法官獲准視訊出庭 他是說現在這個通緝的狀況 其實讓他的家人都滿崩潰的 但是其實也很奇怪 因為之前不讓他視訊出庭 所以才變成通緝他 那現在又突然可以視訊出庭 那到底這個司法是怎麼樣的 可以變來變去嗎 那他說這樣的司法 還不叫民進黨開的嗎 就是很莫名其妙到底標準在哪裡 那他女兒聽到他被通緝的時候 是崩潰大哭 然後94歲的老母親甚至是昏絕 為什麼一個在追相關這件事件的人 需要被這樣子給逼迫著 而且標準還可以這樣反覆不定 那他之前是講說 我要傳喚這個阿扁 阿扁總統來當證人 來證明一下這個蔡英文的論文案 到底是怎麼樣子 那之前其實這個彭文正的律師 張靖就講說 蔡英文的證書 可能就像陳水扁所說 是由已故的國策顧問 並且這個留學英國的黃國俊 到英國去喬的 然後阿扁是趕緊講說 沒有 他在臉書上面PO 他說這是有心人士炒作 破壞我跟蔡英文的感情 我們大家是都不太曉得 他們感情什麼時候這麼好了 突然這時候就感情好了 他說我從來沒有請人 喬過這個證書 這絕非事實 不當解讀 還有這是刻意在炒作 還要叫我用這個證人身分傳訊 是違焉耸聽 破壞我們的感情 還有我絕對不可能違逆 這個違逆醫主 貿然 冒著生命危險 去做跟案情無關相關的這個證 所以要突然要提醒大家 他有這個還在生病的狀況 可是我們就真的回調 他當時在2012年的11月2號的時候 在這個自己的這個 阿扁傳供的影片裡面 他就有講 2015年蔡英文證書醫師 是委託黃國俊 這原因原字重現 請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院長 上議院的議員 紀登斯幫忙處理 那就代表說 真的是有這樣處理 所以後來才有那個 蔡英文去D卡的時候 秀出來的這一張 那蔡英文自己本人 在2020年的年初 被問到了這個論文的時候 他自己答得也是支支烏烏的 我們先來聽一下這一段 國民黨也是打死這一塊 他們自己好像也會有辦法 這件事情 這個現在大家也都知道了 這個時間久了 很多東西就是在 要去找出來確實是有困難的 大家相信是真的嗎 鄭老師 他說他只能把他自己的事情 講清楚 就連這個就是沒做到 你講清楚的這些 大家還有這麼多疑問嗎 這麼簡單的事情被你搞成這樣子 我是覺得說 阿扁當然現在發了 發了這個所謂的聲明 其實你們在畫紅線 應該第二點比較重要 第二點他就講說 這個黃國俊死的時候 這個二號傳來 好友 他注意 他講有一個人好友來告訴他 說黃國俊跟他講 他到英國倫敦政經學院 阿扁還會講到這個安東尼紀登斯 這個大家如果知道是社會學界 重量級人物 當年提出所謂第三條路線 所以阿扁還指出這個紀登斯 當時是倫敦政經學院的院長 去幫忙處理的 這個有關入文的事情 所以阿扁說我沒有講 他沒有講 他指出一條路 阿扁 你這個告訴你的好友是誰 你的好友你總不可能說 我現在腦袋不好記不清楚 你要講清楚 第二個他講的這個內容 是應該去查 這個紀登斯現在也在 去問問看到底有沒有 所以我是說 問重點是 我們現在都是怎麼樣 在後面 一直在那邊追 一直在那邊追 他講了我們就否定 然後自己想盡辦法 去找出很多線 就跟這次林秉書一樣 光這一點 我就完全不能夠接受 今天如果是 今天如果蔡英文是個在野的 我們這樣一直弄他一直弄他 這個沒有道理 你今天是當權的 你是在嘲的 你是大權在握的 更為況這是你的資料 你隨手一攤就有的 你不應該讓老百姓 不應該讓這個社會 花這麼多力氣 問東問西找這找那 你光這個事情 你完全不過關 你消耗我們多少的名利 你如果今天是一個 經得起檢驗的人 你怎麼會用這種鬼祟曖昧 不光明磊弱的事情 然後再講說 我講的都是真的 然後在那邊耍可愛 他想用這種人氣之間 我說我今天拍什麼東西 不好找 都講這些忽然間跟你話家常 好像是一個小老百姓 你今天是一個公眾人物 人家用嚴格的 嚴肅的態度檢驗你 你就用嚴肅的態度來回應 整個學術有學術規矩 該怎麼弄就怎麼弄 今天這麼多學術界 得過博士 當過教授 當過指導教授 也當過學術行政的人 都跟我們講說 裡面你的證書 你的口試的過程 你的口試委員 幾乎充滿了疑點 跟不要講的論文 到底是多一部 論文題目是到底哪一條 你到底是哪一天統計 你的畢業 你的論文畢業證書到底在哪裡 補發證的蒸發波就掉了 說真的光這樣一個事情 人家講說千年暗示一燈幾名 你燈只要一點 那個不就亮了嗎 那一燈在哪裡 你就把你的論文拿出來 然後攤在陽光之下給大家看 怎麼會藏在什麼國家圖書館 亂七八糟 而且不准人家好好的政策去翻譯 光這一點 光這些所有的遮掩的 說辭 言蕩 不徹底的 不用討論 我們不應該用這種方式的 沒有拿到確決一刀必命的證據 可以這樣論斷說不用討論 他就是假的 不可以 但是那個是對弱者 今天如果是強者 可以 你今天是強者 資源都在你手上 你本來一攤就可以見陽光 另外因為你手上握有鎮壓的武器 你會把各種東西透過國家機器遮掩 所以當我們經過合理的檢驗 當我們一再一再的問的時候 你都沒有辦法給我們明確的答案 這個過程本身 即使沒有明確的證據 可以一刀斃命 我都敢論斷 你的論文是假的 你就要來打我的臉 你就明天彈開來 我就被你打臉 我樂於被你打臉 所以這個事情真的是該定案 這個騙子還坐在位置上 還在給我們發動公投 叫我們聽他的 聽他的就是蠢蛋 好 圓哲哥怎麼看 我就是想說 現在蔡英文好可怕 連阿扁都怕他 因為那時候明明就阿扁 那時候在蔡英文 還沒有連任成功的時候 阿扁多囂張 他本來不是中間嗎 有規定他四部原則 不能上台 不能演講 不能助講 阿扁當時是什麼說 他說管他四部 五部 六部 七 天龍 八部 我就是要在那邊講 那時候蔡英文還沒有連任 蔡英文現在已經連任成功 沒有 我跟他感情很好 你不要亂講 我沒有這樣說過 我們感情很好 阿扁很害怕蔡英文 再把他關回去 所以現在大家都好怕蔡英文 然後那個檢方 我也是覺得很奇怪 他一開始的時候 把我們洪老師通緝了 說洪老師什麼被起訴 北方罪被起訴 又跑到國外去 現在另外一個法官 又可以讓他可以視訊來出庭 那代表是可以視訊的 那為什麼一開始 你為什麼要通緝人家 你就問他說 要不要用視訊的方式 來出庭就好了 一個法院 兩個標準 然後我覺得 彭老師被起訴 誹謗罪也是莫名其妙 因為按照我們的 誹謗的法律是 你只要沒有真實惡意原則 美國也是這樣 就是你相信 你所指控的是對的 你有具體查證 你有合理懷疑 你就沒有誹謗罪 那現在到底是 只有彭老師在誹謗 只有彭老師在質疑蔡英文的論文嗎 我們也在質疑 口試老師在哪裡 為什麼你的學院沒有考試老師 沒有考試記錄 然後你為什麼論文三本 在你的學校都找不到 還有就是 為什麼你當初到政大的時候 你申請教師資格 你填的論文題目 跟你後來在總統府 拿出來的那本的論文題目 不一樣 這麼多的疑點 當然大家會懷疑說 你的論文是不是真的 學位是不是真的 再加上你 剛剛我們播出來那個畫面 如果是就是 非就非 你問我1加1等於幾 馬上講2 2加2等於幾馬上講4 你問我是真的嗎 我想這個嘿嘿 哈哈 我覺得是真的 這什麼 我不知道大家看你會不會懷疑 這個就是真實的 就是我合理的懷疑 對啊 應該理直氣壯 理直氣壯的懷疑 我跟你講 只有一種情況 在我們國家會被定匪犯罪 就是我明明知道你有論文 我還要說你沒有